这部漫改的网剧今天就要播出了 从公布的预告片看还是十分有少女心的 可能有人会觉得剧情有点飘 但是因为是漫改的缘故 还是有很多不符合实际的情况出现的 还有消息称五大笑花黄灿灿也有出演 到底是演的谁呢 感兴趣就赶紧往下看看吧 单恋大作战中的胡龙最后结局是什么 结局当然还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了 但是胡龙的弟弟胡里山的感情线就有点曲折了 在发布的终极预告片中 孔淳男饰演的胡里山在开场就表明 这是一个关于不得真爱的诅咒 只要是有人向刘美涵饰演的夏白诚告白 夏白诚就会受到惩罚 所以胡里山一直丹念着夏白诚无法向他表白 但如果夏白诚主动告白诅咒就可以打破 胡里山便开始策划 让夏白诚告白他一见钟情的学长施景 预告片前半段以快节奏剪辑梳理三元关系 互对搞笑氛围轻松 后半段则是侧中两人近在咫尺 又相隔很远的情感 在预告片最后胡里山给夏白诚写明信片 并说不能守护他 而夏白诚眼含热泪 也为两人感情线埋下伏笔 胡龙的扮演者是谁 胡龙的扮演者就是很久没有在电视剧中出现的演员黄灿灿 此次在电视剧《单恋大作战》中饰演学霸监狱姐胡龙 剧中胡龙是胡里山的堂姐 为人大气豪爽深受身边的人喜爱 剧中喜欢成熟稳重的人 当然结局也心想事成了 五大笑话之称的黄灿灿 阳光可爱 帅真活泼 是个接地气的女孩 在她身上还透露着女汉子的味道 生活中的她个性豪迈而显得洛洛大方 说话直率亲切 有不少粉将她称为灿歌 其男儿气概可见一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